甜心老师 你的股票太强了吧 今天盘一回神 你马上把会员 锁在爱的锁内里面了 想知道是谁吗 当然 看节目咯 大家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华冠头顾 股市甜心 颜希老师 今天来到了 Happy的Friday 看到今天的盘 哎哟 百花齐放 大盘一回神 老师的股票率先 立马就给他冲出去了 脚底是挂Turbo的 立马冲出去了 亲爱的朋友 想赚钱的每天听节目 财神爷就在你身边 节目当中都有 透露给大家 随便剪 有没有都赚钱了 有了 来偷偷透露一下 老师不是说 这两天有动作吗 对不对 然后节目当中还透露 那个唯一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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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个唯一 到底是谁呢 来 今天我们的YD测标 就有说了 老师 那个高丽啊 是不是跟你的唯一有关 对 它是其中一个唯一 好 我们等一会 在节目当中 好好的来聊一聊 先来看今天的盘 我们都知道 昨晚美股 高低点相差快要1500点 大怒神 真的 这个很开心 昨天晚上就开始开心了 是啊 太好了 学不着教了 反转了 赚钱了 所以我就说真的股市没有那么差 真的没有你只能想的这么悲观 真的没有那么悲观 那你看到今天台股一样跟进嘛 反弹嘛 对不对 好那一反弹结果我们的股票 叮咚 亮灯涨停板咯 哇不止那个唯一啊 高丽啊 高丽 有没有10点 通通锁在 爱的锁链里面 一样紧缩快要10点 一样锁在爱的锁链里面 恭喜会员 以及听节目的好分享 越赚越多了 我这里要讲 赢在起跑点的感觉就是好 舒服 舒服啊 节目随便买都转 老师还特别提醒呢 这个台湾的富国神山 台积电啊 随便周转啦 我花非常多的时间跟大家讲 台积电的产业 没错 我要大家了解 当你对这家公司够了解 你持股会有信心 当然 当你知其所以然 只有赚多赚少的问题 没错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 已经不是一般的 投资朋友们了 已经不是一般的散户朋友们了 看了盘后就会慌 看了盘跌就会怕 会紧张没有方向 不是 你麻烦后听节目 我希望你晋升到什么 专业的投资人 对的 你专业的投资人来举例哦 我说台积电做什么 你马上就要知道啦 代工啊 对不对 我是不是昨这几天的节目 一直提醒大家 我说台积电啊 第三季 一个股本跑不掉 那昨天法说是不是又再次验证 对 老师又被你说准了耶 真的就一个股本耶 而且呢 我也讲过 史上最高的毛利率出现哦 昨天法说也告诉你啦 超过60个百分点的毛利率啊 提早都告诉大家了 我节目提早都有告诉大家 我就说你要把竞争力拿出来嘛 你真的很怕的时候 你就看台积电嘛 对的 而且 我说我节目优质到 像台积电我送你赚就好 为什么咧 我是不是节目每天讲 400块长线买点 有啦 我不敢说我买在什么395啊 买最低那骗人啦 那骗人啦 我一直讲你ADR手70 是 然后呢400块上下 都是漂亮的点位 你长线来看绝对是获利的 你今天立马赚钱了耶 对啊 不过台积电又没有想要赚这么少 对 他的企图心可不是这么的小哦 台积电企图心没有这么小 我们来讲一下哦 你看到昨天的道琼的K线 其实就是反转了嘛 成星 成星 那颗星星要看到了 好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哦 你现在一定会说 老师 这个盘啊 会不会只谈一天 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节目来啊 我们来讲啊 对啊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到今天嘉犬是不是冲上去 又遇反压 对不对 我知道反弹嘛 对不对 但是有没有企图心的反弹 你要看出来 内容结构要看清楚哦 有时候是十跟是 你都要着重 什么叫十跟是呢 我们先看后 道琼昨天是成星嘛 反弹下去很漂亮 一根长红K半 账住 还有费半都是 对呀 好 赞助之后呢 你拉抬今天的台股 那台股呢 即便没有成星 但是他的表态姿态也是非常高 有的 好那再加上十 什么叫十呢 来今天已经十月十四号 十四了 中就是我们 台湾 美国十一月年底几乎都要大选 对没错 你说如果再下去还需要选吗 别选了吧 没关系啊 我问大家 你自己去思考嘛 对不对 再下去还需要选吗 不用选了嘛 还是要巩固一下啦 十跟是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哦 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偏离过 没错没错 我即便大盘再回落这段再急错 我还是站在这里 是 告诉你 没错 要有信心嘛 当然 因为我说过了 你当你赢在起跑点 赚钱齁 你只有那个赚多跟赚少的问题哦 对 赚的快赚的慢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哦 为什么这样讲呢 来哦 三一八九 哎 来啊 我们来讲 我们的载版 载版 载版女神坐在这里 本尊在这里 载版在2021年 老师载版我们说出来 拖出来就三档 我们在2021年 我们的载版女神给大家的载版 就有两档式 对 长辈股 去年我不小心 给我 不小心可以吗 对啊 载版啊 这个三档就有两档 大家市场上都觉得可能 我这个年轻女子啊 小女子怎么会做这么强的股票 真的哦 说实在我不想讲年纪而已啊 不要被外表骗了好不好 这个大家看到 美美的甜心老师 这个涉事卫生 年轻小女子啦 对 可是事实上我在股市 是有一点点时间了啦 是 好那去年载版 我大概他月初啦 年初三字头我就讲了 年终六月我还在讲 然后八九十我还在讲 对不对 好去年 好几次看了 景硕欣欣 是 全部做成长辈股 翻一倍以上的获利 有的 好包含近期十月初的节目 你甚至可以回去听 我说了 这种公司叫什么 跳楼大拍卖的价钱 你回去听节目喔 我都讲喔 我完全没开口过 十月这段时间 我说 载版叫跳楼大拍卖 真的喔 为什么跳楼大拍卖 哎哟 新新号大概要赚两个股本以上 今年 今年喔 3189大概15到16块 有机会喔 液体成绩这么好 然后呢 高速传输 高速运算 你看到的 高阶的 全部要用到ABF 载版里面 我也只帮你抓ABF出来 我还没有帮你抓别的嘛 对不对 ABF为什么帮你抓 毛利最高啊 你资金只有一桶啊 直接帮你勤贼心勤王啦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说过了 你如果 只认为是反弹 那我们来用反弹的角度 告诉各位 是不是你更要去抢这种 营收获利非常好的 当然喔 这个概念要出来喔 敏锐度要出来喔 对不对 你不是说后续抢一些营收获利 后续有疑虑的 他可能只会谈啦 一天两天差不多啦 这个后就要你思考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 所以我10月的节目 一直告诉各位 我说载版很赚钱 是的 不好意思 我这次没有买最低啦 我们大概买在9字头 出一点点 99192 出一点点啦 可以吗 也是大赚喔 老师 也是赚得很轻松愉快啊 轻松愉快啦 是啊 因为赢在起跑点嘛 对呀 不小心又被我赢在起跑点 我讲不小心好不好 可以可以 好 再来另外一个唯一 对 对 我想要 老师 我们的YD频道的好朋友 有看到您给大家的标题 刚刚提到了锦硕 那另外一档高丽 是跟你节目当中讲的唯一 我是不是都在 这两天我都在讲 我有动作吗 有喔 对啊 为什么 产业就是你股价的保护伞啊 是的 有没有看到今天还没10点就叮咚 亮灯涨停板 会员嗨了啦 还翻天了啦 老师你又赢在起跑点了耶 你又让会员好 不用赢在起跑点了 来把产业看清楚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 我说产业绝对是你股价震荡的保护伞 重复一次 产业绝对是你股价震荡的时候的保护伞 你对产业够了解 你对未来需求够了解的话 股价你只想要买它便宜啊 没错 K线看一下 高丽K线有没有看到 有 有没有 它前一段冲高回落四天 对 我也没有买最低啦 我没办法 我不是神 神都会说他买最低 有没有 我没有 我买在120上下 120上下也有 今天也是赚啦 开心啦 大转小转都有转就好了啦 也是有将近两层的空间耶 开心嘛 有有有 又赢在起爆点了啦 又不小心赢在起爆点了 不小心 来高丽厚看一下 我要你知道它什么在台湾是独一无二 什么东西是唯一 来喔 你现在看到这张K线 这张图 字卡 字卡 你现在看到这张字卡 那个 看清楚 是 硬杆式 板式热交换器 这很绕口啦 有有有 硬板式 硬杆式 板式热交换器 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你只要知道 这个是什么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是台湾只有它做 那未来有没有需求 你要知道 对不对 对呀 最近俄乌是不是一直 还在打 可是现在欧洲已经面临到 就是寒冬的状态 对不对 然后俄罗斯呢 它也不要往 乌克兰输送它的天然气 所以是不是欧洲很多的国家 需要什么天然气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蓄热的 对 产品 对不对 我要保暖啊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来 重点 欧洲的能源的价格问题 也是高涨 没错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要看一下 它是台湾唯一 这个主要零组件的制造商 重点 这个主要零组件 要用在什么 热拱项目 那热拱项目现在欧盟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它要摆脱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然后还有一点 而且它还预计投资560亿的欧元 在做热拱项目 我问你 现在天气才刚刚冷 欧盟的法规出来才告诉你 我们现在要赶快用这个蓄热产品 对不对 因为天气冷嘛 对不对 没有那个天然气嘛 好 然后它又要就是注资560亿 去做这一个法规 那我问你需求大不大 当然大 需求就这么出来了耶 就是这样啊 它要问561在热拱项目 那台湾只有谁做 8996 只有它 恭喜会员啊 RUTARUTE 独一 无二 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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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常讲 你今天挑股票 你绝对要去找它竞争力强的 就包含 其实你这段时间 你认真听节目你绝对有收获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这一段时间台股一直回落 对不对 台股一直回落 我在节目上告诉你 太弱留强 太弱留强很重要 为什么就包含我刚才跟你讲的 载版很赚钱 你甚至手上的股票 我都是公开无私分享啊 你甚至手上的股票 可能稍微小亏一点 小套一点 然后呢你或许 不了解你买的股票 它的产业跟前进 那你稍微换一下嘛 你今天如果反弹的幅度不够的话 或者说下礼拜 反弹又幅度不够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稍微赶快换 对 换去反弹幅度高的 还有机会回升的股票嘛 可以任何的大涨绝对是来 已经刷到 你看那个3189就知道 紧硕 对 那它现在一定是要先反弹嘛 反弹不小心 真的需求一直进来变回升 怎么办 我不知道啊 可是至少先谈啦 那为什么可以让他先谈 因为需求 因为获利嘛 还是要回归的本职产业的部分 对 所以再次恭喜会员 越赚越多咯 来 亲爱的朋友 回归到本业正值 也就是说产业的部分 再把它提起来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产业绝对是 股价震荡的保护伞避震器 今天大盘一回神 我们手上的股票 又给它叮咚亮灯 涨停榜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 不管是反弹 或者是回升 小朋友才选 我全都要 我通通都要赚 喜欢的好朋友 想要的好朋友 想要继续大赚的好朋友 赶紧跟上脚步咯 欢迎你持续回到 股市甜心的节目 今天盘大涨了400点 Happy the Friday 六日又是开心花 用力花 尽量花了 因为我们的会员好朋友 又再次赢在起跑点 盘一回神 高丽 紧硕 ABF载版 载版女神 给大家的载版股票 一飞冲天 直接锁掌停 锁得 死死死 锁得 紧紧紧 所以亲爱的朋友 想赚钱赶快跟紧脚步 想要越赚越多 你一定要跟紧甜心的脚步 我相信 会员都知道 载版 我今年 我去年就开始做 做好几次了 今年我已经算不出来 做几趟了 老师 我已经 价差也可以做啊 可以啊 对啊 不小心做到长辈股 还知道他大概什么价位 可以买 真的是神操作耶 今年我已经算不出来 说实在话 我已经算不出来 我到底做几次了 重点开心就好了嘛 的确是 其实这里我为什么一直跟你强调载版 我希望你把本质学能提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要检视你手上的持股 那我希望你手上的持股 可以跟着我们的载版 或是跟着我们的高丽一样 就是这样涨不停 是的 那如果你手上的持股 没有这种状况 你就要去检视什么 那个业绩 营收好不好 就像我说了嘛 你今天要知道这家公司好不好 有没有前景 有没有办法回升 你要看营收嘛 你要知道 营收今年大概十五十六块 都是赚钱耶 高丽呢连续创新高耶 营收 营收也是连续创新高 金星也是连续创新高 对呀 营收在八九月都还可以连续创新高 那你说咧 嗯 对不对 我问你嘛 你要了解 除了数字出来以外呢 我希望你看到你手上的股票后 要有产业前景的需求 不要说后 好我们举例好了 6104 嗯 来 他也反弹 但是呢 他可能需求没有那么大 我就明跟你讲 需求可能未来的需求没有那么大 那他反弹的幅度 或许可能就没有这么大 我就直接点给各位 还是会谈 嗯 还是会谈 好那再来呢 我昨天讲什么2882 来 金融股你要去抢反弹 千万不要去抢他 我明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 IFUS17这个问题会影响比较大 之后的所有的评价 后出来 他的费用都会变多 所以呢 你现在还不要去碰金融股 所以你要抢反弹 你也要知道什么可以抢 对没错 对不对 这是重点啊 那再来 大盘 来 今年的大盘到现在为止 回落5800点 妍希最近也常跟你说啊 你年初18619你不怕 你现在 12809你在怕什么 不是这样吗 年初都不怕了 这里怎么会怕呢 这里是会开心 怎么样 我都要抢到最 相对低点 不敢讲最低 我们相对低点 然后呢 你还要了解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股价 最终会反映企业获利 那你今天看到载版才刚刚叮咚 为什么 因为获利很好 是 对不对 你就要去稍微看一下 你手中的持股 获利到底好不好 不会 不会看的话 电话进来也没有关系 对 这样知道吗 帮一个是一个 对 好 所以呢 再来今年回落了5800点 很多人会觉得没有行情 但是呢 我们呢 是 我说了嘛 去年我十全十美 十支掌被骨 我期许 对我自己的要求啦 我要求我尽量可以与时俱进 这是我以前老师给我的一句话 其实要做到这句话 我认为是有一点难度 为什么 与时俱进啊 你要不时的那个 就是增强自己的能力啊 你要不时的就是把所有的财报 所有的产业的需求看清楚嘛 不小心今年我好像已经超越去年了 有耶 不只超越去年 原本是五档对不对 对 然后再加一档变六六大寿 对 宝瑞也是啊 宝瑞两颇加起来多少 100个百分点 要是长倍股 老师 大盘回5800点 是啊 可以给大家六支 涨倍股 然后呢 已经1300个百分点了 没错 很可怕的事情 从耿鼎 我就说下半年其实很好赚嘛 从耿鼎 从建达 威胜 白岩 金桥 到宝瑞 近期的宝瑞哦 对啊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 这个盘没有这么坏 重点台股的公司 非常的有竞争力 没错 那我希望你手上的股票可以跟着我们一样 涨的长长久久 好的 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后就拨电话进来啰 所以亲爱的朋友 先进院到底您手上的股票是稍微谈一下还是是回升不管是反弹或回升我们通通都要赚想要赚的长长久久想要越赚越多除了加LINE订阅YT频道之外呢更直接最快速的方式拥有甜心给大家的抠讯一个动作一个指令就是这么简单赚钱轻轻又松松电话来拨通咯 节目中的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品化 幸运甜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 赚不完 研习祝全国的好朋友们周末愉快咯 YT频道的好朋友下周见咯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